港股上周有波幅 無升幅 高位為22198點 而低位則是21200點 全周波幅僅約1000點 相對上是十分低波幅 反映大市沒有太大方向 預料本周持續於保力加通道摘幅上落 則約20700點至22300點 建議投資者應炒股不炒時 而選擇受惠內地谷經濟政策的板塊 例如基建及水泥股 首選中國鐵建01186 及中國建材03323 兩隻股份的亮點在於股值低及預期周息率吸引 加上國策扶持基建 市場消化水泥行業等 前景可看高一線 故適合部署作中長線投資 有報導內地考慮提前下達明年部分地方 專項債限額1.5萬億元人民幣 大摩發表報告指出 配額提前下達符合該行預測 預計今年基礎設施固定資產投資增長 可能強勁反彈9%至10% 20-21年間為1.8% 將支持下半年的逐步增長復數 大摩表示 考慮到這可能不是市場共識的基本情景 預計鋼鐵、水泥、 旅等對中國基礎設施投資廠口較大的細分市場 將在此消息中相對跑贏其他行業 另外 憧憬兩家子公司有望從美國 未經核實名單中除名 若明生物 02-269 股價上週走勢不俗 有報導指若明生物子公司 可能從美國商務部的未經核實名單中除名 認為正潮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因為美國審查潛在正面反規 或導致其無錫子公司最終被除名 意味著官方仍有待落實決定 若明生物據盈利基礎支持 若未來訂單有保障 隨著利淡消息逐步消除 股價有望繼續向上 料上市90元水平